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不認為說賴清德 他這一次出來 當然他準備好了 可是確實 某種程度上其實是 蔡英文自己樹立的敵人 怎麼講 很簡單幾個部分 就像剛剛我們來賓有先講 就是說過去賴清德 在台南市長的時候的爭取 如果說你的民意支持度 一直都比現任的 不管是市長或議長 縣長來得高的話 你當然會有意願來挑戰大位 過去兩年十個月 蔡英文的民調 普遍的民眾服務滿意度 都一直不高 輸給賴清德這個事實 也無怪乎賴清德一直會有一個 動心起念會想取而代之 再者其實從去年的 11月24號選敗之後 賴清德一直在講是說 他要辭職 那個時候雖然蔡英文 有講說強力未有 可是不要忘記 人情人暖 只有從這個時候看得出來 蔡英文一方面說強力未有 但一方面我們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的氛圍是怎麼樣 怎麼一直有人放話是說 要找蘇貞昌來組閣 甚至蔡英文還跟陳菊 最後一個蘇貞昌卸票的行程 最後結束的時候 蔡英文跟陳菊 還去蘇貞昌那個現場 去跟蘇貞昌加強打氣 某種程度上看起來 在賴清德的眼裡 會覺得怎麼樣 會覺得是說 怎麼一方面你一直叫我 為留我這個留下來 但一方面怎麼你又跟 蘇貞昌私下愛 這沒來遠去 當然會覺得是說 自己的一個權利 或者說自己的一個地位 來講可能更溝通會不良 也因此離開了總統府 賴清德反而自己會覺得 是說人情人暖 因為好像離開了之後 他回到了台南 就沒有人聞問了 如果說不是這個3月16號的 這個台南的立委補選的話 好像整個台灣政壇裡面 孟成上已經把他給先放在一邊了 所以對賴清德來說 他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要再來挑戰 還有再者剛剛有提到 如果說要再等到 所謂的2024年 不要忘記 2022年馬上 不管是鄭文燦 不管是林又昌 不管是什麼林志堅 這幾位民進黨現任的縣市長 都已經兩任8年結束了 那個時候會不會有另外的人 想說要取而代之 而政治人物有可能會 沒有舞台那麼久 直到2024年 再者我拉回來講說 賴清德自己的心態 其實賴清德昨天 他不會有一個參選的時候 有一個參選聲明700多個字 我就把它看完之後 我只剪結了幾句幾個字 17個字把它剪結 就是他認為在這一次 寒流很強 所以賴清德出來 才有可能會贏 小英輸定了 就這麼簡單 他的那個參選聲明 其實就講的這一件事情 因為不管怎麼樣 賴清德還是在 不管是台南的補選也好 或說在他的參選聲明也好 還是不斷的訴諸 所謂的台灣民主保衛戰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他是站在台灣這一派的 要抵抗這個 大陸這邊的勁逼 所以如果說這樣的邏輯 講得通的話 我們就了解了 原來3月16以前 賴清德就在鋪梗了 不然的話113席裡面 其中只一席的 台南立委補選 何以要無限上綱到 所謂的台灣民主保衛戰 原來賴清德就是認為是說 這一席郭國文如果選贏了 台灣民主的勝利 但是勝利一席還不夠 賴清德還要再出來再參選 如果說郭國文3月16不幸敗選了 你看大陸的勢力已經進逼了 如果他再不站出來的話 台灣就完了 所以說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 是賴清德他已經動心紀念 也計畫非常久 現在站出來 就是為了要爭取這個門票 最後是補充一點 就是說雖然民進黨朋友 現在講說不要分裂 要團結 可是破壞團結是誰 某種程度上蔡英文總統 你應該負其皆責任 因為逼人家表態 我們國民黨現在也會有 面臨到黨內初選的問題 你說這個感謝名單持續增加中 沒錯 其實這個就是 某種程度上有逼人家表態 二則一 你今天賴清德出來了 我蔡英文出來了 你拜託大家簽名 劃壓 就是你要挺賴還是挺蔡 這不就是逼人表態 不就是造成分裂嗎 國民黨現在有沒有初選 有初選 可是我常常在跑 我們地方的選舉的時候 我聽到我們支持者最常講一句話 都好 誰出來 反正就是公平公正的機制走了 誰出來我們就支持誰 我們就有這種講法 我們也不會提前要求說 你一定要表態說 你是哪一邊 哪一邊 哪一派的 換過來講 蔡英文為什麼你要提前 要求人家表態 就是沒有信心 因為你不知道說誰是人 誰是鬼 所以說你只能要求的是說 拜託你現在拜託日寫出來 可是如果按照民進黨 現在的全民調 叫做民進黨的一個機制的話 可能到最後 不管什麼大佬什麼這一些 因為每個人也都只有一通電話 也就只有 而且還不一定打得到 所以最後 這些立委能夠接到電話的機率 也太低了 機會也不少 對不對 說不定他們也都在外面 跑行程 跑團 沒這麼就在室內電話 因為全民調那個機率太低 對 所以說我只能講是說 蔡英文現在在做一個 分裂民進黨的動作 是 可是這樣子的事 其實某種程度上會造成分裂 如果說分裂的一個情況的話 三個禮拜過後 這個結局當然很難講 但是目前看起來 我認為說蔡英文 不應該再繼續這樣分裂民進黨 而且接著孟凱講的 我覺得這個時機對賴清德 真的很不利 因為剛好面臨民進黨要提名立委 我自己做過立委 在立委提名前夕 誰敢得罪黨中央 你得罪黨中央 黨中央就派一個人到你現場 來跟你打初選了 卓榮泰沒有連署停小英 所以卓榮泰不重要 如果連署這樣就害了 卓榮泰的立場太清楚了 所以在這個時刻 幾乎可以想像得到毫無懸念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幾乎大部分都會連署停小英 如果這個時候有人敢 跟黨中央持不同的立場 我第一個給他鼓掌 郭國文已經說要挺賴清德 他就回來了 人情義理上 還有高嘉瑜 你不要忘了 高嘉瑜也要爭取立委提名的 他昨天很開心的PO了一張 他跟賴清德的合照 告訴大家說 賴清德是我們民進黨 最後的絕地武士 他必須出來立網狂瀾 這是挺賴清德 所以這些人算是很了不起 在民進黨整個黨內的氛圍 是如此明顯的情況之下 他們敢跟黨中央持不同的看法 然後敢立抗來自於黨中央 任何的壓力跟包袱 其實這個時候 其實是考驗民進黨政治人物 政治性格的時刻 不過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民進黨黨中央的動作越多 立院黨團的動作越多 不見得對蔡英文真的是有利 其實大家要看清楚 民進黨為什麼九合一落敗 就是他的黨中央 他的中央執政跟基層的民意落差太大 如果現在又形成這樣子 如果剛剛聽 無論是世間議員也好 或者是俊哲的發言也好 事實上賴清德如果去基層問 他的能力有比小英差 為什麼他在民調上面 之前的幾份民調 他可以勝過蔡英文 這到底是為什麼 為何而來 如果他們拚命這樣子拱小英 還是覺得小英最棒 小英最強 你知道嗎 這會變成一種分離狀況 就是中央跟地方民意 會不會有出現分離的情況 因為真的回到地方 回到台南 走遍基層的是賴清德 蔡英文還是一直是 位高權重在中央 他今天的施政不滿 是賴清德做得比較差 還是是蔡英文的領導比較有問題 所以我認為 這一些英系的立委 一昧的這樣子 不斷的拱蔡英文的情況底下 未來難料就是說 基層會出現更多反彈的聲音 就是說你真的是你們這些人 完全聽不進基層的名義 就用基層的力量來反對中央 其實這個民調 這一份連署書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觀察到一些 很特別的現象 包括蔡總統自己提名的不分區 好幾位都沒有出現在 這個名單上面 包括可能蕭美琴 林靜儀等人 都沒有出現在這裡 所以大家就還在想 他們是不是還在觀望當中 只是也難怪這個王議員 昨天賴清德宣布 要投入初選之後要去收金 因為這個確實 政治的變化程度 常常超乎我們的想像 去年7月27號的時候 參選2020對賴清德來說 還叫做憲我於不義 可是沒有想到8個月之後 對參選總統對於賴清德來說 已經變成力挽狂瀾 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變成民進黨執政權的保衛戰 所以你看也不過就8個月而已 同樣選大選總統這件事情 從憲我於不義 到力挽狂瀾 很多人就會討論說 到底賴清德是真小人 還是畏君子 其實你可以去看 剛剛講的6份民調6連霸 事實上他說選總統對他來講 是陷他於不義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民進黨 行政院長是他 所以他不能出來跟蔡總統 明著對幹 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個時間點 陳其邁其實還是贏過韓國瑜的 而且至少領先8個百分點以上 那個時候的民進黨 局勢是一片大好 6都至少可以保得住3都 即使是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都沒有開口 可是過了8個月之後 對他來講已經變成力挽狂瀾 秀琳姐也有說 其實賴清德在今年開始 有一些言行已經透露出端倪了 兩個時間點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是九合一敗選之後 賴清德出來講說 政府施政的檢驗 投票的結果顯示人民並不滿意 大家注意到 他說的是對政府的施政 不是對賴清德本人的施政 從這裡開始已經有一點端倪在 更不要說1月總辭的時候更明顯 就此別過 以後江湖再見的時候 已經是我們在壯大台灣的路上 再次相逢 兩個月之後果然就應驗 我們真的就此別過 如今要再相逢了 但是剛剛講的那28位委員 出來連署 他們叫做鞏固領導核心 可是如果是要挺蔡英文連任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是 這20幾位委員提出來的聲明書 真的讓人家看了一頭問號 第一點聲明提到什麼 在野黨跟特定媒體的操作之下 分化了民進黨 賴清德院長 所以賴清德院長是特定媒體 叫他出來選的 不是 賴清德院長出來選 還是國民黨叫他出來選的 賴清德是在野黨的 不是獨派支持他 不是獨派支持他 獨派確定他 胡孟凱 你這是必須要澄清 是你們國民黨叫賴清德出來選的嗎 你們在野黨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削弱了本土 分化了民進黨 削弱了本土 我都不知道國民黨 還有這種功能跟戰力 這一點是從聲明今天看了 覺得最莫名其妙 另外第二點跟第三點 執政的包袱 包袱應該要承擔 但是承擔並非一人之事 我不知道賴院長看了之後 會不會覺得很心寒 因為當他從行政院長要辭職的時候 承擔是他一人之事 可是當他要出來 投入總統參選的時候 很抱歉 你同黨的委員 告訴你承擔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換句話說 要選總統挺蔡英文連任OK 但是要考慮其他人 我們要再想想 因為承擔不是一人之事 但是如果是施政不利 要人下台的時候 那一人就是你一人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這一次賴靜德拔刀出來 要力挽狂瀾 會不會在重演之前 謝蘇在初選殺到刀刀劍骨 以至於敗選的狀況 確實是你們收金之外 還要再考慮的是